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在2022年10月间,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因不明原因造假离会场,中国官方声称是因他身体不适缘故。 政治分析家则认为这是中共团派共青团派系惨遭团灭的最明显迹象。 胡锦涛最后一次现身是2022年12月5日前去告别已故领导人江泽民,但却缺席中国政府为江泽民所举办的官方追悼大会,耳后就再无露面。 近日,对于胡锦涛究竟是生是死的舆论又浮出台面,曾经数度向国外媒体投稿评论中国时政的评论员邓宇文于社群媒体X帐号FDYW1968316发文指称, 有部分美国媒体向其询问胡锦涛声评,将为其撰写复文。 中国也有部分网友声称,最近各社群软体针对页面进行整治,似乎是有大事要发生。 一位任职于中国社群媒体公司的网友提到,近日公司正在重新整建网页,准备将网页改以灰白方式显示, 且中国短影音软体抖音的点赞图示也由爱心转变为蜡烛图示。 此种大规模的默哀举动,仅于中国国难及重大纪念日才会出现, 如今种种迹象更加起人疑动,由于无从查证,让人不免疑惑胡锦涛目前是否仍旧健在。 说完了胡锦涛的消息,我们再来看看一张地图引发的中印摩擦。 中国自然资源部28日公布新版地图将中印有争议的省份纳入中国版图。 对此,印度外交部29日正式提出强烈抗议。 中共官方公布的新版标准地图将阿鲁纳查省和阿克赛钦地区、台湾、南海诸岛等都归入中国版图。 同时,中共最近拒绝在印度东北部阿鲁纳切尔邦官员的护照上加注签证,而是使用了用订书机装订的证明。 中国还拒绝承认印度对其克什米尔部分地区的主权,并拒绝派代表团参加5月份在克什米尔斯利那家举行的G20会议。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接受印度新德里电视台访问时强烈抗议制,把他国领土纳入自己的地图, 一是中共的陈年旧习,这种做法不会改变现实。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发表声明强调,中国所谓的2023年标准地图包含了印度领土,印度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共提出强烈抗议。 巴格奇说,印度否决中共这项毫无依据的做法,这样做只会让边界问题更加复杂化。 那么,中印边境冲突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有哪些争议地区呢? 我们简要说说,中印边界总长近2000公里,另外还有1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存在领土纠纷。 有领土纠纷的边界涉及西段600公里,中段450公里和东段650公里三个部分。 2020年5月,中印在西津北部发生冲突中断,6月16日,中印在拉达克的巴勒万河谷西段发生士兵肢体冲突,造成数十人伤亡,至少印方称有20名士兵死亡。 马克马洪县,东段县,是一条英国探险家测量印度时,画下的一条英属印度同西藏之间的边界。 1914年,英国外交官麦克马洪召集中、印、藏三方会议。 由于中华民国不同意分割西藏的麦克马洪县,藏方未能得到事先秘义的独立,转而也放弃承认麦克马洪县,结果中藏均没有签署西姆拉条约。 印度和缅甸则认为麦克马洪县是历史疆界。 时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拒绝承认麦克马洪县,但把它看作是实际控制县。 1962年中印之战中,中国军队虽然一度占领了该地重镇达旺,但后来撤回到实际控制县以北。 藏南在印度被称为阿鲁纳切尔邦,东段县,面积约为6万平方公里,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南侧。 它的西面是布丹,东面是缅甸,向南是印度,北边是中国的西藏。 中国称该地为藏南,属于西藏自治区行政区划。 不过,按照麦克马洪县的划分,该地属于印度,印度也实际控制该地, 只是藏方以及中华民国当年均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续这一路线。 1948年,刚刚独立的印度开始派兵进入这个地区, 1960年,印度完全占领了麦线以南部分,中国控制麦线以北。 1972年,印度在该地成立阿鲁纳切尔中央直辖区, 1987年,该去改为阿鲁纳切尔邦。 英国于1887年,强占西金国,次年出兵西藏。 1950年,独立之后的印度称为西金的保护国, 1975年,正式将其纳为西金帮。 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中国后, 北京承认新德里对西金的主权, 同时印度裔承认中国对西藏主权。 2005年之后,中国出版的地图上, 已不再将西金标注成主权国家。 1960年4月,中印两国政府为寻求解决领土争端, 由中国总理周恩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新德里会谈, 但未取得共识。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 中国军队当年10月20日, 从边境的东西两处同时发起进攻时, 兵力是印度军队的5至10倍。 中国军队当时一直深入到印度今天的阿鲁纳切尔邦省和喜马拉雅地区。 整个战争延续了一个月, 总共造成2000人丧生。 1962年11月20日, 中国单方宣布停火, 并撤至迈克马红线后20公里处。 战争之后, 中印关系因边界冲突走入低谷。 1988年12月19日至23日, 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并与邓小平会晤。 这是34年来, 印度总理首次访问中国。 这次访问被看作是中印关系经过多年的紧张期之后开始转暖的标志。 1993年, 印度总理拉奥访华期间, 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 这次访问标志着中印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印双方共签署了五个有关和平解决边境冲突的协定。 自2003年中印建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以来, 双方已举行22轮特待会晤。 印方的特别代表是国家安全顾问, 中方最高代表则多为外交部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之间的互动相当频繁。 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洞浪是中国和布丹之间存有争议的地区, 印度也从未对该地宣示过主权。 2017年6月, 印度以接到布丹政府的求助支持布丹主权为由, 派兵越过中印边界, 阻止中国在那里修筑公路, 形成同中国军队长达71天的对峙。 布丹是中国14个邻国中唯一一个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其国家的外交权和防务权掌握在印度手中。 2014年, 莫迪以总理身份第一个访问的国家便是布丹。 2020年5月5日, 在位于拉达克地区的海拔4000多米的班公错湖, 西段, 中国和印度军方人员相互投掷石块, 木棒, 铁棍等, 双方都有人员受伤。 5月9日, 印度西金邦纳图拉山口, 中段, 中印军人相互投石并发生肢体冲突, 有数十人受伤。 6月16日, 在加勒万河谷, 西段, 德中印士兵冲突中, 有三名印度士兵在与解放军的冲突中死亡。 当天稍晚时, 印度军方宣布印度士兵的死亡人数提升至20。 说回到这次印度提出抗议的时机, 外界认为引人注目, 这一抗议发生在下周新德里举行G20峰会之前, 加剧了两国之间长达三年军事对峙的紧张局势。 预计习近平将出席这场峰会。